这条靓女第一次跟男友约会 就将她手手脚脚绑住放入浴缸中呢 还搞了七八斤强力胶涂满了樱桃小嘴 为了效果更好用手捏了又捏 下一秒拿出祖传的未及鲜酱油 很顺手注射进了男友海老的体内 紧接着又抽了八两的娃哈哈 再次往海老的体内注射进去 嘿嘿 海老还睡得像一头死猪一样 但靓女貌似还没有玩过瘾呢 随后她掏出一只八二年的绣花针 三下五除二就将嗨老的樱桃小嘴缝了起来 剧烈的疼痛下嗨老慢慢有了知觉 可靓女还想给众人露一手绝火 她划过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只蜡烛 就这样慢慢滴在了嗨老嫩滑的肌肤上 搞得她想叫又叫不出来的 她喵得这也太变态了吧 随着靓女抽出一把四十米的尖刀 亲手将嗨老砍成了十九几块的 起锅放油用三味真火鸡鸡手爆炒 再来点胡椒自然十三香就完美了 最后成为美味食材被端上了餐桌 租客吃完后都表示好嗨的美味 今天这汤煮的真是好喝 幸运是说 他们都不停夸赞靓女不做厨子可惜了 但房东华哥已经吃了八碗米饭 奇怪的是他一口肉都毛有吃呢 因为靓女刚才的神操作他都有喵道 原来喜欢偷窥的华哥是个偷窥狂 他在每个房间都装了迷你的摄像头 通过屏幕观察着租客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长得有点靓女的秋香 更是让华哥的欲心无法自拔 他的别墅里一共有六间套房 里面的租客一个简直比一个变态 这其中就有爱得死去活来的特殊恋人 他们分别是四眼仔跟刁毛 两人为了躲避世间的口舌躲在这里 还有刚离婚的嗨仔带着女儿 妇女俩看上去貌似还挺和睦的 但嗨仔看女儿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渴望 第三户是整天打游戏的卡屎狼 他每天都幻想着自己有特异功能 希望有一天可以拯救世界呢 而第四户人家就是中年女孩西施 他风情万种魅力十足 是健身达人癫仔 并且他做的事情都好刁癫的 就是跟华哥一样喜欢偷窥别人隐私 并且他的手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这前五户人家的生活起居 华哥都两无指掌 唯有住在他楼下的靓女秋香 每天都来无影去无踪的 闺房里还摆放着好多好多行李箱 里面的东西让华哥好嗨得好奇 为了弄清楚这其中的真相 他趁秋香外出吃宵夜时来到他的闺房 然后就在闺房里东翻西翻的 紧接着就忙手忙脚开始查看行李箱 华哥躲在了床底下 没想到下一秒出现了好恐怖的一幕 这条中年女孩的樱桃小嘴被插入漏斗 然后被强行灌入不要钱的硫酸 痛得中年女孩想叫又叫不出来 随后秋香拿起祖传的西瓜刀 好嗨残忍将中年女孩砍成十八九块 躲在床底下的华哥惊慌到了脚底 他猜测房间的行李箱藏的都是尸体 这他喵得也太恐怖了吧 华哥趁秋香去洗澡时溜出了房间 挤挤手就想打电话报个警 但对方一接通他又挂掉了电话 原来华哥害怕自己房子死人的事传出去 到时候变成凶宅就租不出去 紧接着他就想到一个决绝子 华哥制定了一个超级变态的计划 他首先在药店买了一瓶特殊药水 将蚊香泡入药水里充分融合 然后把蚊香送给租客免费使用 用过蚊香的嗨仔眼神开始有了变化 体内有一团无名火正要冲破天灵盖 随后华哥给卡屎郎的奶茶放入含笑半步颠 等他喝完后不到两分钟就昏昏睡去 紧接着华哥就将他拖到了茅厕里 没想到卡屎郎醒来后 他以为练成了失传已久的闪现 华哥看到后笑的有鼻不见眼的 然后他将自己的万能钥匙丢在滇仔的门口 再贴上一张寻物启事 相当于告诉滇仔那把钥匙可以打开所有人的门 很快滇仔就将目标锁定了西施 就在西施出去嗨皮之时 滇仔轻手轻脚来到他的闺房里 拿着西施四十五码的高跟鞋绣了又绣 次日华哥来到特殊情侣的门房 将卡屎郎的卷毛放在他们床上 还把他们共同使用的勺子丢在垃圾桶 果然四岩仔很快就发现被扔掉的勺子 还在床上捡到一根九曲十八弯的毛发 而准备洗脸的刁毛也发现一长一幕 两只牙刷居然放在同一个杯子里 他们的感情也因此有了裂缝 华哥见此趁热打铁 他再次迷晕了卡屎郎 将他放在特殊情侣的床上 特殊情侣的底线瞬间被击溃 绝望的嗨仔拿起一把螺丝刀 准备两人同归于尽 没想到他阴差阳错刺进自己的心脏 四岩仔为了事情不暴露出去 连夜来到野外树林开始挖坑 华哥胜此机会拖走了嗨仔的尸体 放在了卡屎郎的床底下 而卡屎郎则被藏在了西施的床底下 但西施带着亮仔前脚刚刚离开 滇仔就拿着钥匙来到西施的门房 这条好雕电的亮女真的好雕电 他将邻居的女儿绑回了门房 然后拿出珍藏已久的母老鼠 塞入女孩嘴里后贴上了胶纸 做完之后秋香就出去吃宵夜了呢 华哥见此机会将女孩抱了出来 直接塞进了滇仔闺房的衣柜里 嗨仔很快就发现女儿不见踪影 于是就开始东找找西找找的 此时滇仔回到家就听到异常声音 打开衣柜发现里面被绑住的女孩 关键时刻嗨仔敲响了她的房门 滇仔情急之下死死捂住女孩的口笔 毛想到就这样将她给活活捂死了 很快嗨仔强行破门闯了进来 开始大大声呼喊女儿的名字 挖掉 柜门突然自动打开露出女孩的尸体 嗨仔见此火大大率先发起普通攻击 两人很顺脚就扭打在了一起 上了年纪的嗨仔根本不是滇仔的对手 最终滇仔接近疯狂不断用木棍敲击 直接将嗨仔打得再死不能了 事后滇仔将尸体用黑色塑料袋打包 想来个人不知鬼不觉的毁尸灭迹 其他的租客也扔手一个黑色塑料袋 这时滇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话音刚落几人又开始比划了起来 滇仔好巧不巧压到垃圾袋上 将里面的碎尸块解了出来 这针他瞄得太狗血了 而这些荒诞狗血的剧情 全部都是华哥自导自演的 原来他曾经是一名充满报复的警察 华哥十九几年前破坏一起连环杀人案 而凶手却因精神异常逃过法律的制裁 而华哥的妻女都死在他的手里 为了验证凶手是否是真的有精神病 华哥决定到精神病院卧底寻找证据 没想到他唯一联络的上司意外身亡 所以现在没有人可以证明华哥是警察 他则被当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 并且在里面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宵夜每天都要吃一只母猫鼠 还强行给他灌入过期的娃哈哈 每天像狗一样被绳子牢牢绑住 那日子过得真的好嗨得气惨 这样悲惨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五年 直到上司的妻子发现了一本档案 华哥的卧底身份终于被证实 出来后他就承包下了这座公寓 而电影中的秋香其实并不存在 折磨他们的人其实是华哥本人 他所虐待的都是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 此时华哥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精神病人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